hello 大家好我是丁丁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要講台版 10月25號的更新內容 我們看一下官網的內容 還沒出來 但是臉書這邊已經有些人講了 職業優化王族龍鬥第二次 還有海之島優化 以及通緝犯故階的常代化 season pass 甜蜜南瓜活動 再來是哈丁的傳送費用減半 以及新試驗之塔 還有龍鬥士的冒險副本活動等等 那這邊給你們看一下 官網還沒有公告 但是我可以讓你們搶先目睹一下 出現了吧 就是本周的更新內容 那我們看一下 這周的更新內容實在是太誇張了 呃 甜南瓜慶典跟SweetPunky 這一個跟這一個全都是韓版 這周的活動 韓版活動一模一樣 這已經不是什麼差兩周 是直接追平 超音感美的你知道嗎 這就讓我之前預測的 可能真的會有跨國 這個感應越來越強了 難道真的會有跨國嗎 連計票都並駕齊驅了 好 那我們等著看會不會到 是不是真的有跨國 那現在來看一下我們台版的更新內容 這個內容我們等一下看 先看本周的優化 好 王族跟龍鬥技能第二次優化 其實大家都應該都知道他優化哪些技能 但是我們還是簡單的講一下 首先我講重點 關鍵的暴走 秒數加1秒 現在是5秒變6秒 然後追加無視傷害減少的效果 所以龍鬥士的平A 不管是PVP或PVE都變強了 剩下的技能你們就自己看一下 再來王族也是 王族的關鍵技能尊嚴 優化了on off的使用 移除消耗費用 並且提升他的發動率 提升攻擊的範圍 並且移除根據武器等級 提高發動率的這個條件限制 也就是尊嚴變得更有尊嚴了 好再來就看其他地方 請參閱 那王族的這個技能 看一下這個 帝國屏障 CD減少 原本現在台版這次改版的時間是很奇怪 60秒 改版之後變成30秒還是40秒 然後接下來會解除控制效果 所以這個帝國屏障 會變成真正的解控技 而且是無敵 他這邊少寫了一條 因為他還有一個能力就是 在放下去的瞬間 有3秒是不得被破屏障的 有3秒保護做事 所以這個就變成真正的保命技能 再也不死 好再來往下看 海之島的全面翻新 這邊講一下 他的差異性是 原本海之島是假日副本 歸類為週末副本 就是拉洞跟夢倒並駕齊驅的 那現在獨立出來 成為一個全新的常態副本 到日都開放 每週7小時 補充時最多可以再吃14小時 然後接下來就是他的 補充時也是獨立出來 不再是跟周末石頭共用的 他優化內容很多 我們簡單的快速念一次 地圖難度提升 獎勵提升 新增收藏品 並且 新增傳送點在前半區 然後全區新增新怪物 然後統合前後半區 常態開放 酷節通緝犯 每日登場一次 然後並且新增了 新增的秘密 只在海賊坟墓登場 新增海賊團 只在前半區域登場 移除幽靈船的BOSS 海賊坟墓入場方式變更 僅能透過海賊坟墓卷軸 或海賊項鍊進入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收集品有哪些 新增收藏 再度打平陣 兩萬個掠奪黃金 總共四個要八萬 再配上海賊套裝一套 會獲得右半邊的能力值 所以未來你們看到 所有的課長 都在海賊坟裡面打平陣 因為這個真的很重要 他裡面除了平陣之外 還有一堆菁英怪可以吃 以及酷節每日都要吃 所以海賊島一定是 兩方人馬兵家必爭之地 包好包滿 再來往下看一下 海賊項鍊就是海賊島 這次的重點產物之一 他等於是海賊島的支配服 跟船服的綜合體 他使用的是項鍊 左跟項鍊右碎片合成製作 有機率失敗 那這個 左跟右上碎片怎麼取得呢 要透過 擊殺菁英怪物 就有機會取得 再來往下看 這次海盜裡面的寶物 非常豐富 那我們直接看這個項鍊吧 他項鍊的能力 就是放在身上 就會常態持有這個能力 你只要進入海賊島 全區就會獲得這個能力加成 其中祝福的項鍊 就等於是支配服 他在這裡面 會獲得這麼多能力加成 並且可以看穿變身跟隱身的人物 接下來 通緝犯庫傑從雅丁納路 直接移到海賊島 變成常態化設置 那前半部有六個點可以觸發 然後後半部有兩個點可以觸發 這邊注意一下 通緝犯庫傑每天出現之後 他是不會消失的 直到有人攻擊他 一旦庫傑進入戰鬥狀態後 30分鐘內沒KO他 他就會自動消失 一天一次 所以大家一定要找到他 並且打死他 然後同時這個庫傑還新增了其他的內容 就是第一個 多了藍的聖物 庫傑的棍子 以及綠色的聖物 紅色更正 綠色娃娃 紅色妖魔 並且新增了新的庫傑裝備收藏品道具 什麼呢 酷傑的棒棒 所以我們後面多了四個 因為他是安定六的裝備 所以就是過一 酷傑棒棒 過二 過三 過三 會獲得這個對應的能力 所以酷傑裝備再度打起來 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本周新增的三種卡片 第一個是綠色瓦卡 紅色妖魔 再來是藍色聖物 南瓜 糖果藍 以及聖物 酷傑的棍子 這個就是這次的計票活動之一 我們來看一下 並且本周新增了光之成長手環箱 先看一下內容是什麼 11個1200鑽 一個1120鑽 他的能力值如下 他這個手環我特別講一下 他是屬於特殊手環新的 他不能透過TJ 數回轉換成成長手環 也不能透過轉值轉換 所以只能大家自己點啊 好處就是他有試著保底 他240個可以保底一個加5的成長手環 那如果你不信邪比較鐵齒的話 想要自己點也可以 那我只能跟你們說 這個手環不好點 大家請三思而後行 再來往下看 本周移民常態開放 好接下來我們繼續看其他的內容 好多 來 直接進入這個重點環節 那我會加快我的速度 趕快把重點講完 第一個 其中的神聖香 這是我們的290 聖物必香 20萬幣 刷新 再來是特羅斯的神聖香 組合包 這就是之前的每月抽卡包 一樣刷新 再來 來 Season Pass with Punky 這是付費的 黃金計票 直接跟韓國一樣 打眼完全一模一樣的計票 我們要追上囉 要追上囉 1200鑽 然後獲得這個千道的額外獎勵 再來是第一個 第一天就會獲得經驗值加3%的buff 後面就是 再來跟之前一樣 大家參考一下 好 再來看一下別的 這個是 Dragonic 特殊補底箱 跟之前一樣890給你 龍之聖水 潘朵拉碎片收藏 以及幻能補充寶石 好 一絲地的神聖香 這就是之前的 用台幣去換紅卡的保底箱 290換一張英雄卡 選擇箱合成 可以選擇紅便或紅娃合成的各一張 不對 其中一張 最後我們不一樣就是這個 他是改成純白萬能藥 之前 前一個月是 潘朵拉碎片8個 再來是8吐色的高級才會補給箱 這是本週的藍鑽箱之一 那這個藍鑽箱的內容 就是給挑選卡包憑證 並且給你高級才會選擇箱 綜合硬幣選擇箱 以及8吐色的製作憑證 並且他還可以再買500鑽的8吐色憑證 8個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重點 就是憑證能換什麼 16個憑證可以製作神秘的英雄卡 選擇箱 再來 再來就是16個可以做 變的合成點數 所以有這個 之前有人在問 什麼時候再出 這就出了 這個絕對是比換英雄卡還要划算的 所以可以換的話換這一個 好 以上就是這次的藍鑽包 內容物其實差不多 因為都是給基本的才會讓你自己選 我覺得這一包的CP值高 就是高在那個可以製作保底 變的點數 大家都還好 然後再往上看 哈爾巴斯的藥水 這是本週的另外一個藍鑽包 就是我們的聖物帶 結束了 換成長藥水再度回歸 內容物如像 大家請參閱 然後看一下這個憑證能夠篩什麼呢 哈爾巴斯的憑證可以四個篩一個 昏抗加4% 四個篩一個無視減傷3% 那這個這次的屬性 有兩個月之久 所以其實是可以篩的 如果他只有一個月的話 我就覺得不要篩 用太短了 那兩個月的話就可以篩看看 那至於他如果不篩的話 可以幹嘛呢 就是換正常的保底紅一張 或者金弓卷軸硬幣箱等等 那如果比起來這兩個的話 應該是換這個比較好一點點 好再來看本週的製作 本週週末製作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製作內容 就是加6英雄手環跟防禦手環 就這樣子 好 再往下看 這一週 很可惜 沒有信念三樓 我們期待的信念三樓是沒有出的 我超級失望 我想看別人壓那個 結果 我看我們這邊一堆人等著壓 但是不能壓 好吧 等下次再說囉 這次是沒有辦法開放製作的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個 雅丁商人的交易品 這個就是1490包 換聖物卡包12個 以及雅丁商人的平證 那這個雅丁商人平證可以製作什麼呢 用8個可以製作一張保底的神秘聖物卡 英雄的 他是保底紅幾率子聖物 用4個可以去做雅丁城的英雄聖物箱 會失敗 失敗就給你稀有聖物箱 那這個聖物箱這次會新增了3個新的 從稀有聖物都是隨機的 做成功他就隨機給你一個 再來看甘特的特別祝福箱 這個我特別講一下 他是2990換的成長手環大補包 有人說哇這個算起來好像比單買11個1200的還要貴 但是 只有看了 他上面還有2000鑽 所以這個是2990換到多少 換到5083鑽1比1.7 5083鑽再加2000 所以其實 再扣2000 所以等於是用3000多鑽去換到這些東西 這個 手環箱 一般手環箱買的話 大概是 將近4400鑽左右 那這只要3000 3000多鑽 3000鑽就可以買到 對其他是CP值比較高的 比你去買 1000會藍鑽的手環11個 還要划算 因為他還可以再反鑽給你 ok 好如果你需要做這個 他這邊特別寫啦 如果你想要做240個手環箱的話 記得 可以買這個 他可以買64 6424 全買完 剛好保底一個 多少錢 18000 保底一個 你們請參閱 好 再往上看 本次的新活動 有哪個呢 這邊從上往下看吧 第一個 Sweetepad Punky 就是 甜南瓜祭啊 這就是花200萬金幣 就可以直接買到的那個 祭票簽到 那我們看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是 南瓜的聖物卡箱活動 所以他這次並不是 給什麼 什麼職業改版的聖物憑證 有點可惜 南瓜的聖物卡箱活動 就是這一個 可以隨機開到裡面三種字 那你會說這個 那這個新卡不就拿不到了嗎 錯了 等一下會有活動可以換 不用急 再來看哈丁的傳送費用 等於說我們用藍鑽飛的地方 選半半價優惠 再來看一下 試煉之塔改版啦 改版其實方式我們大概都知道啦 就是你可以直接選擇 你要的樓層進去打 以上的等級 然後並且他的難度大幅提升 最後就是 綜合所有伺服器 每個帳號 每天可以參加一次 也就是說 分身流不能用了 你只能用一個角色去打 就本尊吧 難度很高 所以大家記得亮麗而為 不要直接全100樓 你過去能夠通關100樓的 在這一次 不一定能打過90樓 不好打哦 好再來看下面一個 南瓜龍鬥士的冒險 就是小小龍鬥士一路闖關 到後面結束 沿途開寶箱就過關了 蠻簡單的 好最後一個就是跟韓版一模一樣的活動 田南瓜慶典 這次不叫萬聖節的 直接叫田南瓜慶典 還有一個每日的任務活動 就是60級以上 每天小米100隻怪 就可以獲得一個 南瓜慶典裝備箱 開起來可以獲得三個 南瓜魔杖 南瓜藍 以及南瓜戒指 那你把它沖到對應的強化 那個強化值 就可以兌換這些東西 第一個是可以換上服飾選擇箱 然後我以下列天 再來就是這個南瓜慶典卡箱 這個卡箱 就是可以有機會看到那個 藍色田南瓜 那我們再往下看 這次也新增了南瓜收藏 不過他的收藏品跟過去不一樣 過去是永久的 這一次是活動限制 所以只有在11月22號之前 還有這個能力值 那12號就是加在 大概只有一個月左右 那我覺得一個月左右的話 好像也沒有說 一定要塞這個能力值 反而去換這些東西 比較划算 再來這個南瓜慶典卡箱 就可以機率獲得下面其中一個 所以這個藍色聖物也是機率的 大家盡情燃燒陽獸吧 好以上就是本週的更新內容 我只能說真的是太讓我意外了 居然是跟韓國並駕齊驅 到底 11月會產生出怎樣的火花 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好我是丁丁 歡迎幫我點贊訂閱 我們下次再會 大家拜拜 拜拜